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3日 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話說上水麥當勞在八號風球期間 有人吃東西無緣無故被人打 而且是出剪刀 現場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一宗離譜的消息 有關東張西望的個案 話說有個中三任女學生 被四個男同學不斷欺凌以連計 相關的男同學很囂張 就說過我吧 我會考警察甚麼都不怕 哇 有這麼兇的 在這樣的新聞出街過後 她還可不可以考公務員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才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颱風蘇拉八號風球期間 上水麥當勞兩名男子互相襲擊 雙雙被捕 報導的內民提到 話說日前八號風球期間 有市民到麥當勞快餐店吃飯 漏出不愉快事件 雙雙流血被捕 事發在昨天的下午三點三 聖陳十六歲的青年 在上水新風路麥當勞吃飯期間 達然有一個41歲姓李的男子 衝到他面前指罵 更加除出剪刀、拆損 聖陳男子的面部、後腦、頸和肩膀 聖陳男子立凳橫擊 擊傷聖李男子的面部 造成面腫、嘴角流血等等的傷勢 兩人清醒的 聖陳男子先送去北區醫院 再轉送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聖李的男子就送去北區醫院治理 他們都涉嫌公眾地方打架被捕 以上來自HQ01的報道都認真離譜 若然事件如報道所指 這個男子就在麥當勞吃薯條之際 突然之間有個男人衝到他面前指罵 更加手上有剪刀 再拿剪刀戒損對方的臉、後頸等等的地方 令編商這個男子也還擊 垃圾還拖 結果兩個人都被捕 不過說兩個人是否認識 若然不認識也蠻可怕 那個男人手上無緣無故有武器 事件仍然有待調查 未知進一步的一些內情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有關東張西網的個案 亦都是來自新假期的報道 中三的女學生被四名男同學 罵這個臭X的校婆 即是粗口來的 港媽向學校投訴 結果是超離譜的 而那個男生就說告我 我會考警察 甚麼都不怕 報道的內文就看到了 校園生活對學生來說 是擁有快樂回憶的地方 但萬一無端端被同學欺負 心裡的創傷無可想像 最近有位港媽想東張西網 訴說自己讀中三的女兒 2019年開始被學校四名男同學言語欺負 不但連續罵她 是臭X 校婆等等 還在校園 近距離騷擾 令到女女不願意再上學 港媽在訪問當中 表示自己女女 長期被四名男同學欺負 其中一位姓蘇的男同學 不但在同學群組當中 經常無端端公開責罵她的女女 信息的內容更加是不堪入目 不但粗口還飛 更加指女女是男X的校婆 長篇大量的信息 全部都是辱罵的字句 而群組裡面的另外三位男同學 更加助攻 就指蘇同學是博士 港媽就說 姓蘇的男同學是最為激進的一個 除了信息之上騷擾女女 更加有一次是發生在課室裡面 就說 我女兒那堂不同他們同班 有一次我女兒要去那個男同學的班房上課 到轉課室的時間 那個男同學見我女兒坐在一個位置 就走過去 就大聲斥罵欲罵的 當時有兩位老師在場都阻止不到她 就叫同學護送我女兒走 港媽指自己曾經想過 是不是女女做了什麼事 得罪了那幫男生 不過經社工了解後 仍然都未能夠在男生身上拿到答案 而女女也曾經問過那個男生 是不是自己做錯事 如果有就希望道歉了事 不過對方不為所動 到得知女女交了男朋友過後 四名男生更加出現侮辱 情緒出現問題 於是向校長投訴 校長當時了解事件過後 向港媽指有兩個選擇 她說要不就報警 要不就交給她處理 並會指好好跟進 確保同類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不過事後港媽收到校方的通知 指涉事的男同學有三個人 是收到口頭警告 有一個人被記缺點 而男同學更加指會寫道歉信 並承諾不會再犯 港媽指當時唯獨姓蘇的男同學沒有寫道歉信 而疫情期間她更為激進 在這個同學的WhatsApp群組裡面 男同學不時自己拍影片 嘲笑女女 更加假扮哭地表示好害怕啊 隨後又囂張地說你告我 我將來會考警察 什麼都不怕 警察是凌駕於法律家 而港媽有感事態嚴重 女女也不願意上學 因此打算向學校反映情況 而校方這個時間就說了解過同學所為 就說他們因為太悶才敢做 但是港媽認為校方的做法並沒有阻嚇性 於是打算向教育局投訴 獲案機制辦事回應的 於是她打算向學校拿道歉信的副本 再警告男生誹謗的 不過校方這個時間竟然拒絕提供 並指學生當時不是自發性的寫這封信 這封信也沒有辦法提供給家長 令港媽大為震驚 就說原來學校的保護措施是保護 施害者而並非受害者 竟然可以隻手遮天到這樣 以上來自新假期的報導 亦都是東張西網的個案 未知東張西網沒有沒有進一步的報導 不過這個男生也相當囂張 有片段的 她說什麼都不怕 加因她將來就會考警察 考完警察過後 就不怕被對方告 這樣的新聞消息播出後 你日後還考不考到警察呢 因為根據年齡這樣計 若然這個中三女生在2019年是中三的話 就說現在是不是嫁了幾年 現在都可能讀完中學了 差不多 未知的可能是反過來說不是 2019年的時間 可能剛入中學都未頂 未知的年紀 不過這個男生也快將 可能出社會做事 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樣的新聞消息 和東張西網的跟進報導過後 未知這樣的情況 是否可以投考公務員 不得而知 再者 是否考完警察就什麼都不怕 這真是交給各位判斷 另外也說說另一質疑 根據HK01的報導 颱風吹襲仍然堅持上班 港男勸保安員的父親請假 一句反被批欠缺責任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這位港男在連登爾 老爸今晚都要上班 阻都阻不了為提法鐵文 指現年69歲的老爸任職保安 日前蘇奶迫近香港 她擔心對方安全 提議不如你射波算吧 即請假 但父親就覺得外面風平浪靜 只有少少雨 覺得多此一舉 事主就說即使父親願意上班 都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搭 有爺魚你人工又不是高 瞬間就激怒對方被訓清為人 是不可以沒有責任感的 更加指今晚就算走路都要走回去 事主大敢錯惡 質疑王大仙你走什麼 又表示對方日薪連一千元都沒有 倒不如他直接給老爸一千元當日薪 不過他老爸堅持上班 亦強調上班與否和金錢無關 即使沒有工都要回去 最後更加被怒罵 我上班與你何事 有網友理解事主作為子女擔憂父親的安危 但更加多人指出員工簽約的時間 應該知道公司的守則 就說了 那你家樓下今晚有沒有保安員 有的話又怎樣 沒有保安員又行不行 亦都有人說 上一個沒有人接奸 公司可能要上一個保安員 直踩頂下去 亦都有人欣賞 事主父親老一輩盡責的處事手法 就說了 你老爸比你更加有責任感 亦都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缺乏的特質 你應該有幸你身邊有這一類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曠仔都覺得這位老爸很值得尊敬 即是因為責任感的關係 所以八號風球都要上班 加因他做保安員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